那如何以图生图这个问题呢 一直困扰着我们所有喜欢做图的朋友们 那么之前的小鱼儿有出过 有出过如何用密尖的以图生图 现在呢有更多的人呢喜欢用这个Laylado 因为Laylado呢 它可以每天呢有免费的150个积分 那么如何以用这个Laylado来以图生图呢 又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关注点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小鱼儿呢就来给大家揭晓 那如果说你对以图生图感兴趣啊 你对AI会图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如果说看完这个视频 很多新手朋友你还不懂 那如果看完这个视频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 还有很多的疑问或者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 那么同时呢 你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一个知识星球 那这里相关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那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用我们的Laylado来以图生图 那么这个啊 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那首先进来呢 你需要先登录你的账号 用你的谷歌邮箱来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登录进来之后呢 就会和小鱼儿一样来到这样一个界面 这里Laylado的链接呢 我已经放在了下面描述栏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Laylado 可以先点击下面的链接呢 进行注册 建议大家都打开Laylado 跟着我一起来实操哈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150个积分 我们鼠标往下拿 我们今天着重讲的呢 就是一个以图生图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绘图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现在的Laylado呢 它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新版本 一个旧版本 如果你点进来之后 发现了你的页面不是这样的 这里有个可以看到 在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我返回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界面呢 它是一个新版的一个界面 可能很多人用的不太习惯 那这里你可以回到右上角 我们点击给它 回到一个原来的一个版本 我觉得这个呢 我更容易看懂 首先呢 你要先选择啊 首先我们先选择 你需要的一个章数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选择这里 每一次生成呢 它会一组来 会帮我们生成四张图片出来 我这里装了一个插件啊 一个沉浸式翻译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是一个图像的数量 我们选好之后 下面这些呢 我们就默认的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选一下这个尺寸 这里选择一个16比9 那么这下面这些呢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就最主要选这几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回到中间这里 那这个上面这里呢 是输入我们的提示词 这里呢 可以看到呢 它是可以选择版本的 我们需要用哪个模型来绘图 那这里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倒三角打开 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型 现在呢 我们就选择这一个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鼠标这样 直接往后移 这里有一个否定提示语 我们要把它点击打开 那这里面呢 是小月已经填写了 一个否定提示语 有需要否定提示语的呢 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一个知识星球 大家可以去看 我把这个连贴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用了谷歌翻译 不指一个人 不指一个头 比如说多手多脚这些 我们要把这些全部给它排除在外 这里呢 你直接把它复制好了 之后就把它粘贴到这个否定提示语里面 接下来呢 我直接选择这里 以图生图 图像引导可以看到 这里第一个不是 我们选择第二个 那如果说你想生成一张图片来做呢 也是可以的 直接在这里来做一张图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图像引导 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图生图 以图生图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个开关它是关闭的 我们需要把它打开 点击打开 OK 打开之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图像到图像点这个三角 这里面有很多选择 我们就选择这个图像到图像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 在这个头像的下面 这里有一个上传导入 我们点这个 点击上传图片 这里我就选择这个小女孩 点击打开 OK 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就选进来了 选进来之后 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在这个 以图生图的这个旁边有一个强度 那如果说你想跟它生成的一模一样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强度拉到 那么这上面的提示语 你可以简单输入一下 小女孩看书 直接点这里是 直接点这里生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数个来到这个下面点这里 我们的一个 生成的一个历史 点这里 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它正在生成 你可以看到这个生成出来的 就是一张 一模一样的一个图片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你想要它有更多的创造 给你更多的一个 创新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强度拉给它拉到 0.1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看一下 OK 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图像引导 这里我上传一张全身的图片 点击这个上传 我点击重新上传一张 OK 那现在换成了这个小女孩 我们这里呢 给它换了一个提示 小女孩在看书 这个是小女孩她在在这里捉蝴蝶 我们把这里给它调到强度 调到个0.2 点击一个生成 OK可以看到现在的小女孩呢 她在看书 那么她的相似度呢 还是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想做儿童绘本 或者说做一些童话故事之类的了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引导生图 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一些其他的场景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用到一个恰GPT 我需要做一个儿童绘本 需要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那让她帮我描述一下 那么我需要这个场景呢 连贯起来啊 比如说吃饭睡觉 连贯起来 那这里呢 她就给了我连贯的小女孩一天的生活 比如早上起床 中午午餐 午后的晚耍 晚餐时间 睡前故事 她这里呢 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我发现我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 还需要一个视角 那这里呢 她也帮我直接让GPT帮我们写出来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不同的场景 那么比如说一个早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提示语部分 我们需要来改变她的一个提示 那如果说你的英文比较好 之前小悠也讲过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这里英文不好了 我就直接在这里改 改好之后呢 进行一个复制粘贴 它起床的一个样子 那如果这个效果不满意 那么我们还可以改下提示词 比如说碎花裙 我给它改成碎裙 或者说白色碎裙 那我把相似度这里稍微再调一点 按这里强度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拉得太高 拉得太高 它的创造性就不强 可能跟圆图就一模一样 再来我把它拉到0.1再生成一遍 这张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张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场景 小女孩坐在餐桌旁啊 我们还是给她改回碎花裙 那这里强度的啊 其实可以自行调整啊 你看一下哪一个效果更加的好 这个是小女孩坐在餐桌旁吃早饭 那接下来呢是小女孩追蝴蝶 那么这个图片的效果可以看一下啊 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一个场景继续 OK 还有最后一个场景 那这个是小女孩是一带立面的 那么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这是小女孩睡觉 不满意的情况你可以点击重新生成 那么你还可以修改一个提示语 小女孩躺在床上抱着玩偶 闭着眼睛睡觉 OK 我这里再改一下她的一个提示词 那这张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里呢 Leonada除了可以以图生图呢 它还可以把这个视频呢 变成一个动图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满意的图片呢 你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个图片上面 下面这里有几个选择 第二个呢就是生成一个视频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强度的话不要太高啊 有一点动的一个 有点动就可以了 点击一个生成 那如果说你喜欢用Leonada生图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啊 每天150个积分可以看一下 哪怕即使你的积分用完了 你这里也可以点击一个升级 那它的一个收费呢也是非常合理的 可以看一下 有免费的有一个每月十刀的啊 它每个月的积分呢 也是足够我们使用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你更多的图片啊 当你鼠标往下拉啊 看不到你之前的图片 那么你可以点击这里加载前面的产品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些图片 点击放大这里也会有个下载 那今天小鱼呢 以图生图 Leonada以图生图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绘图感兴趣 那么你也喜欢用Vicely绘图啊 大家都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谢谢大家